這是玉莉的水域 在這裡貓羅斯以外 我們台灣要看到這麼多水域 在這裡貓羅斯以外 還有我們台灣玉莉 玉莉這裡也有很多水域 台績差不多有 將近30隻左右 玉莉水域有30隻 跟貓羅斯一樣 是在台灣以外 因為有一個台灣水域最多的地方 你如果有來台灣玉莉去桌 法連玉莉去桌 你就可以來找這些水域 這些水域是固定在玉莉 因為有一個地方在吃草 好運你就找得到 看得到 因為這個魚不一定會固定在那裡吃草 你這裡如果沒有草 他就換地方吃草 你如果好運來玉莉 你來找看看 有機會 有好運 你就看得到 這是台灣水域 玉莉 台灣玉莉 水域 這以前是在做產的 因為現在農業一定都用機械法 現在水域 因為沒有人用水域做產 所以你現在要看到這麼多水域的機會 很少很少 可以說台灣在貓羅斯以外 花蓮玉莉 這是另外一個可以看到這麼多台灣水域的地方 如果我們來台灣花蓮玉莉 你就可以來找看看 這個玉莉水域 這個跟我們馬羅斯一樣 這個水域看起來 你看每一隻這樣 水域比較清朗 你看它的標準 每隻這樣 我們來抓我們馬車經經看 其實水域本來就是比較沒空 它比較清朗 所以如果有人來到這裡 他看到 他當然 比較沒空 他會抓你經經看 其實水域很清朗 你只要跟他上廁一段時間後 你就算水域 為什麼 以前有辦法跟我們人做產 花蓮玉莉水域 花蓮玉莉水域 它跟貓羅斯不一樣 它是在海岸山脈下 海岸山脈下草原 在吃草 在放牧 這個海岸山脈跟貓羅斯 不太一樣的說法 它是在這個海岸山脈 那以前要買阿嬤 都有這個雲霧 海岸山脈雲霧下的這個 台湾水域跟貓羅斯不一樣 你如果來花蓮玉莉水域 你可以來看看 這個花蓮玉莉水域 是海岸山脈下放牧的水域 跟貓羅斯完全不一樣 當然這你要看到水域受水的機會 可能比較少 因為這裡有鑽膏 旁邊也有殘膏 但是它一般這裡有危害 所以要看到它浸水的機會 可能比較少 當然可能是 我今天來它沒有浸水 所以它可能應該是 有一個地方可以浸水 它這裡放在這裡 水域本來就是要浸水 要給生水 今天我來可能沒有這個機會 看到它浸水 這是比較可笑的地方 我們花蓮玉莉水域 你如果有來花蓮玉莉水域 你如果有來花蓮玉莉水域 你可以來看看 好運你就看得到 我們在這裡 最後一會兒 可以為它做到 會不會太多 還有一會兒 我來花蓮玉莉水域 有一個地方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你可以做到 你可以做到 我去做 你做到 我來花蓮玉莉水域 可以做到 味道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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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